战略合作是出于长期共赢考虑,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实现深度的合作,所谓战略就是要从整体出发,考虑相互之间的利益,以合作的整体利益最大化。 合作还是以各自的利益最大化为主,不一定是双方整体的利益最大化。 我们来看一个海湾控制的博弈问题。 在一个海湾附近,有甲乙丙三个国家,他们都想控制这个海湾,但要想控制整个海湾,至少需要两个国家联合起来。 如果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形成战略伙伴关系,即形成联盟,就会以牺牲第三国利益为代价。 假设,甲国可以选择在海湾的北面或南面部署军队,乙国可以选择在海湾的西面或东面部署军队。 秉国控制了该海湾的一个岛屿,他可以选择在该岛屿的陆地上或近海处部署军队。 此时,他们各自收益构成的收益矩阵,如表所示。 矩阵中,各单元阁都有三个数据,从左之右依次是甲乙丙三个国家的收益。 该三方博弈的联盟共有七个,分为三组联盟结构。 要想控制整个海湾,至少需要两个国家联合起来,所以联盟结构一是不可能实现的。 我们再考虑联盟结构二。 如果实现三国大联盟,约定选择北、西、陆地的策略组合,每个国家均可获得六个单位的收益,这时总收益最大。 由于在非合作博弈条件下,不存在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制约机制,迫使每个参与人按照约定选择其策略。 所以,该策略组合并不是一个纳什均衡,三国大联盟不可能实现。 因此,两国联盟就显得非常重要。 考察联盟结构三,应用三人博弈求解的化线法,得到此表。 不难看出,该博弈有三个纳什均衡,分别对应三种联盟结构。 其中,北、东、陆地对应着联盟结构是甲乙、丙。 北、西、近海对应着联盟结构甲乙、乙。 南、东、近海对应着联盟结构乙丙和甲。 这三个纳什均衡中,纳什均衡的产生都不需要外在强制力。 形成联盟的两个国家不会改变自己的策略。 在这个存在多重纳什均衡的博弈问题中,究竟哪个纳什均衡出现呢? 要看哪两个国家会形成联盟。 每两个国家的联盟都对应一个谢林点, 即两个国家之间形成联盟,有助于谢林点的形成。 至于哪两个国家之间最有可能形成联盟, 还要从地缘政治、国家间历史上的关系, 以及当前国家间的利益来寻找线索。 通过该博弈,我们看到,在三方博弈中, 任何两方都可以通过联盟, 使得联盟的双方增加收益, 使第三方的利益受损。 但第三方有时也会充当拆台者的角色, 我们将会在下一个材料中加以解释。